欢迎回来,我是阿姆西 我们在上期视频中是给大家讲解了战云3 3.10版本的更新 但是没有结合游戏中的一个实际表现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一下巴托尼亚的骑兵们 究竟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真的很夸张的 另外还会看一下混沌矮人的两个战争机械 在大大加强属性之后的一个实际表现 我们首先来看圣杯守卫 他目前的模组数量已经是降到了32了 但是破甲提升很多,并且还有了精力充沛和15点的特宝 直接凿穿 再次凿穿 没错,哪怕是面对神训者长几 我们目前也是随意的凿穿 继续冲锋 敌方站定都无法拦住我们 这种冲锋状态更加不用说了 继续冲锋 一个特意袭击 然后继续冲锋 这边记得稍微看一下,所以待会打不过 拉出来我们继续冲锋 可以看到这种效果就是圣杯推土机 已经完全不能用增加质量来解释了 十有八九是上调了圣杯骑士的体积等级 只有体积等级碾压对手才会起到这种非常恐怖的推土机效应 哇,我们这个劳恩国王不是很给力啊,他居然打不过这个女武神 嗯,那我们这把就不打完了啊,大家只要看到这个圣杯守卫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力啊就可以了 我们再换成圣杯骑士来试一下 同样是金充沛,15点特宝 还有更高的一个冲锋加成 这个穿战能力怎么说呢 感觉有点不如卑微 他的人数更多,而且感觉好像更加的笨重 我们再看一下 嗯,还可以,还可以 再冲 能不能一推到底 不行,他没有完全的一推到底 那这里应该掉不少血了 果然掉了一大格 本来神兵骑士就没有卑微好用 现在改版了,改了人数 这个骑士还是没有卑微好用 哇,甚至直接被逼停 什么玩意儿 又损失了一大格 嗯,再冲 好,这一波还可以啊 我觉得把这个骑象给关了吧 很好,这才是我想看到的效果 继续冲锋 哎哟,还是被逼挺了 这个圣杯骑士有点尴尬呀 就感觉卑微能撞过去的敌人呢 圣杯骑士就不行 我们重新开始阵型 再冲一次 拉出回头 再冲一次 这波早川呢 还勉勉强强吧 但也不能算完美早川 这怎么说呢 手感呢,真不太行 不幸的话呢 我们这边啊 当场拉出这个圣杯守卫 过来冲撞一下 看一下这个手感如何 敌方灵主的话呢 正好也被我们宰了 当然敌方这个士气的话呢 就在灵主死了 也问题不大 来看一下圣杯守卫 轻松血液的就穿透了敌方阵型 然后呢 拉冲 再次轻松血液的 撞飞了所有敌人 发现了吗 就好像你们不是一个体积等级一样 总不可能这个圣杯守卫 加了两级体积 而这个圣杯骑士 只加了一级或者没加吧 所有在圣杯守卫面前的步兵 全部都被撞飞了 发现了吗 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下会被摁住 我们开三杯速 让他把这个剩下的场景啊 全部处理掉 本来圣杯守卫呢 就比这个圣杯骑士好用啊 你现在改成了32模组 然后呢 目前拉冲手感又这么棒 圣杯骑士基本上已经 诶 完了 一个小失误啊 尽量不要撞方阵 就撞这个长条阵 本来飞味啊 就比这个圣杯骑士好用 你现在这个模组减少了 他减了更多 只有32个模组 用起来的更加的灵活 对吧 这个穿战效果呢 还更好 你说圣杯骑士 他有翻身之日吗 他没有啊 轻轻松松 打崩四对神选者长技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混沌矮人的 角炉基和钢铁恶魔 他们俩目前的属性啊 终于是有差别了 角炉基作为纯净战 比钢铁恶魔多了 10点命中 5点闪避 还有100点的武器威力 他们各自的属性呢 几乎是达到了一个 全面的增幅啊 就像角炉基 有这么多的加成 再看旁边的钢铁恶魔 又有这么多的加成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们俩各自单挑一位巨人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角炉基和钢铁恶魔 谁的表现啊 会更好一些 在反大型方面 钢铁恶魔的30%减速 可以让巨人接近我们之前呢 我们多开出两轮 然后再去进战 好 差不多了 直接冲锋 旁边的角炉基 是直接A了上去啊 他的武器威力呢 更高 闪避方面呢 确实也更高一些啊 但是呢 在巨人面前 真是被刀刀烈火了 反观我们的钢铁恶魔啊 虽然说进战属性呢 更加的这个差一些 不过呢 有远程火力的支援 巨量对比方面呢 角炉基啊 已经是处于下风了 而钢铁恶魔的话呢 勉强还算一个军士 好像都不太行了 角炉基面前这个巨人 甚至还剩下了 大半条血 好家伙 而钢铁恶魔面前的巨人呢 血量甚至和钢铁恶魔差不多 难道能赢 可以看到这个近距离的喷射啊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能打出量呛 远处的角炉基 已经被击杀 巨人还剩下了 六千戏 好家伙 六千戏 而钢铁恶魔面前的巨人 只剩下两千八了 有没有机会 哇 这个巨人来捣乱了 这个巨人还剩下了两千戏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纯近战的角炉基 是真的拉呀 一共才打了六千三的输出 而我们这个带远程的钢铁恶魔 直接喷了一万零六百 如果他不来捣乱啊 也许能打个一万一一万二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熔岩炮 和死要者毁发射器的一个现状 首先熔岩炮啊 它是降低了射程 然后降低了精度 不过呢 你们看啊 威力是没什么变化的 而这个塞射毁发射器呢 你看大大提升了精度 之前这个距离打步兵 那你不是做梦吗 是不是 现在随便一发就能命中 伤害方面呢 还是熔岩炮更高一些 就算打空了 留下的这个小玄武啊 也能烧上不少戏 熔岩炮三发 他只得把步兵打白 死小者火箭发射器也可以三发打白 但他们这个射速啊略有差距 这里是12秒装填 熔岩炮是10秒装填 所以说啊 想拦截敌方不让靠近的话呢 还得靠熔岩炮 并且越近熔岩炮打得越准 而这个死小者火箭发射器啊 越近打得越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我试了好多次啊 都是这样 再看下他们的进展能力 这里一对混矮中 然后打这边一对死小者火箭发射器 他们目前啊 都没有反步能力了 只有200点的武器威力 60点的破甲 本来是140的破甲 被雪削一刀 看得出来吧 改完之后完全打不动步兵了 所以目前他们俩的进展 几乎可以忽略了 而熔岩炮呢 这个反步能力得到了大打加强 好家伙你们 我的妈呀 你们听到外面的雷声了吗 这么恐怖的 我刚刚说到哪了 好像是说到这个鬼发射器的反步是吧 他是几乎已经追上这个熔岩炮了 但是就这个射速啊 稍微慢了一些 而且呢 当敌方接近之后呢 他的精度会大大下降 那就很奇怪啊 而熔岩炮呢 其实还是很强 还是很强 就是这个射程被砍的话呢 稍微有点伤 不过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炮兵 OK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先展示这么多东西了 有什么还想看的 可以评论区或者弹幕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好久不見